这个绝对报冰 不得了 这个也是冰种 发达了 今天又来一位老哥 千里条条送素材 今天能不能发财 冰种来看一下 不发财都难 这个绝对报冰 不得了 这个也是冰种 发达了 满环匪来看一下 哦妈累啊 冰种满环匪 发达了 今天这位老哥究竟能否发财 老板娘能不能发 不发不给钱 不用你给 只有老板给 赶紧赶紧赶紧 给他弄一下 要多久 要两个多小时 加紧盖一下 这老哥还带了一包 使不得啊 破费了大哥 走了 喝茶了 我们等会再来 马上回来 机器一响 还金万粮 冲 我的天呐 看到没有发财了 这回 这个居然是带胶水的 新型大理石 刚才敲了一下 这是假提来的 新型工艺 它切过一刀的 再给它沾上去的 菜来卖钱的 屌的 应该是这样 从这里切下来的 然后又给它沾回去了 切得这么刚好 这个还有点肿 这个应该是今天的VIP 最好价值的 总算切完了 摄影师来晚了 下次空公子 看看我们今天切了什么 大宝站 来321来 三公 哎呀太粗了 大理石 这一片来 喂 发财 我大理石 凉凉了呀大哥 这一块还有点肿 应该是今天最好的 不过这种很烈 要去取 做小件 还有点收获 起码这一块能用 虽然人家是粘起来的 但是比这些都好 这一块多少钱买的 这么便宜 这500块钱可以 然后还有几块 就是自三岁了 哇塞 帝王旅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哇 凉凉 这个大理石 大理石 也最快了 哇 冰种啊 摸点水看一下 哇 但是也凉凉 只能说比较普通 没太大价值 最爆有希望的冰种 看这个开窗位 哇 冰种乌鸡 画冰的底 来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321 三公 这三万一 完了 凉凉 粗粗的 这种就是水墨 水墨就是有的地方它有冰感 然后有的地方就粗的要死 水墨共生的这个 看一下刚才抱有希望的满黄匪的 发不发财 这爆发我告诉你 321 来 三公 完了呀 不过可以做两个百件 起始百件 你看这不香吗 有香的 这个可以拿去取件 就让师傅把这个小件小件一件一件取出来 看能不能取 这块有做货的价值 其他的话就洗洗碎了下班了 老哥怎么样 心情晒不晒 还玩不玩石头了 再也不玩了 再也不玩了 那谁知道来我们这些视频又要结束了 又是发财的一天了 建议各位脆友还是都买排骨 下一句是什么 你们自己体会 下期再见 拜拜